疫情解封 餐饮业终于迎来曙光 民众终于可以在除夕夜到饭店围炉过节了 有业者11月底一开放订桌 不到一个礼拜已经预定了五成 特别的是今年业者走高档食材路线 从日本北海道空运火体帝王线来台 一桌食人逼近五万块钱 不过如果不想到饭店人挤人的话 也有业者推出了海鲜外带年菜 限量1200份 预估今年兔年的业绩有望突破60亿元 火体帝王蟹入锅清蒸 保留鲜甜原味 加入干杯和鲜科 做成汤泡饭 最精华的蟹膏和南瓜泥 mix在一起 帝王蟹三吃 过年围炉到饭店就吃得到 帝王蟹的蟹膏来蒸蛋 然后打上一层南瓜泥 跟蛋的融合非常滑嫩 疫情解封开放逐桌敬酒 也让餐饮业迎来曙光 业者过年围炉走高档食材路线 远从日本北海道空运火体帝王蟹来台 加上烤乳猪和鲍鱼 一人要价4680元 才开放短短一个礼拜 已经预约满五成 可以承接的数量大概是40桌左右 这里面包含了10个包虾 蒜蓉龙虾浓郁香气 扑笔而来 过年桌上必有的红须米糕 肉质Q弹 纯齿留香 不想去饭店 围炉人挤人 有业者推出海鲜外带年菜 石斑鱼蒸煮后 搭配微辣酱汁 味觉堆叠 更上一层楼 定不到位置的客人 基本上就会转向外带年菜 应该会多两成左右 限量就是1200份 不仅外带年菜需求增加 雏性内用围炉也客马 一席难求 预估兔年业绩上看60亿 今年的话会朝向 就是买那个外带年菜 厨师煮的 总是比家一煮的还要好吃 期待可以在餐厅 大家一起围炉 感受那个围炉的那种气氛 业者摩拳擦掌 不约而同推出海鲜系列 围炉年菜 要来抢供兔年围炉双鸡 记者盘兴红杰明 台中报道